20分钟带你做完一艘战列舰模型 我们先打开盒子看一下里面的零件 然后给我变 船身是把两片零件粘起来的 先粘船头的这一端 然后把船尾也粘起来 因为在盒子里放久了 船身的弧线被压扁了 所以这里要按一会儿防止零件弹开 接下来把粘好的船身套在水线板上面 然后从内侧涂抹流放胶 这里为了防止船身的零件弹出来 要一直按紧 从外侧也涂抹流缝胶 然后用力挤出缝隙中融化的塑料 这样就能进行无缝 在船头船尾的衔接处 用瞬间胶填补进行加固 喷上催化剂可以加快硬化的速度 接下来在船体沾上配重块 这里直接挤满瞬间胶 然后暴力粘就行了 为了补强船体的连接强度 同时也防止后续船体的弯曲变形 在船体和水线板的连接处 全部填上瞬间胶 进行加固 刚刚白色的瞬间胶是显能 这里用的是480 主要是因为480没有装鼠微管 挤起来比较方便 实际上用来加固两者并没有什么差异 接下来用砂纸把水线板 接合处的翼胶打磨平整 这样子船体的无缝就完成了 在底面贴上双面胶 然后粘到地台上面去 接下来准备制作地台与船体的连接 用电钻在船底和地台上钻4个孔 然后用大口径的手钻进行扩孔 中间的两个孔是用来定位用的 这两个孔的螺钉是直接沾死在地台上面的 前后的两个螺钉是用来固定船体用的 这里先安装螺钉 然后拧上螺帽 最后把螺帽沾死在船体内侧 这样就能够从背面拧螺丝来固定整个船体了 做完船体内侧的这些处理之后 就可以把甲板盖上去了 试了一下甲板的组合度还挺不错的 在甲板和船体的接缝中涂上流缝胶进行粘合 这样子船体的部分就组合完成了 这一部分的制作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把套件上凸起的卷扬机细节剪掉 然后用推刀产品残留的部分 把套件上锚链的细节也铲掉 这里切记不能操之过急一点点来 不然很容易一下子连甲板都铲掉一块 接下来我准备把毛链孔给镂空 先把毛链孔中传毛的细节挖掉 然后用手钻在圆形的一端钻一个圆孔 前面方形的部分用相应尺寸的推刀一点点挖掉 这样甲板基本的处理就完成了 后续卷扬机毛链这些部分都会换成另外的零件 先把舰体侧面的卷扬机部分剪掉 然后铲除干净 然后粘上建筑侧面爬梯的石刻片 先把建筑主体的部分装到船身上 然后渗入流缝胶粘好 接下来安装侧面的外墙 这里就能看出来如果先把外墙跟上层建筑组合好 接下来安装到船体上的时候就会被内侧的凹槽卡住 导致安装不上去 等胶水干透之后把接缝的部分打磨平整 这样就能做完无缝 前侧的建筑会在涂装完之后单独安装 先夹组一下看看效果 喷涂补涂然后喷涂甲板色作为后续甲板涂装的基础 这一次我选择使用水性漆来对甲板木条进行分色 比起消极漆来说水性漆更容易掌握浓度 而且也没有那么刺鼻的味道 我先调出了一个偏深的棕色 然后用细的面相笔占取颜料 在甲板上随机选择木条进行涂装 第一道涂完之后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我又调了一个比较浅的棕色 依旧是像刚才一样 随机选择木条进行涂装分色 两种颜色分完之后 整个甲板看上去就已经有比较丰富的层次了 随后我又调了偏绿和偏橙的两种棕色进行分色涂装 接下来就准备遮盖甲板喷涂建体色了 按照木甲板上层建筑的深灰色甲板 水线部分的黑色和建体灰色的顺序进行遮盖喷涂 然后把遮盖撕掉 建体侧面我随机用高光和阴影色喷涂了一些斑块 用来强调船身的立体感 接下来进行全船的自洗 一站二站的船都保进战火的洗礼 所以旧化可以做得重一点 现在进住表面涂满自洗液 然后用刷子站去溶剂 把多余的自洗液都给洗掉 全船自洗会让整个零件都蒙上自洗液的色调 如果不是为了做重旧化的话 建议只对细节的部分进行局部自洗就可以 自洗完上层建筑之后 用同样的方式自洗夹板 这里就不详细拍了 船体侧面我采用了另一种操作进行自洗 用棉签把自洗液垂直涂布在船体上 然后用沾取了溶剂的纸巾沿垂直方向进行擦拭 擦拭完之后 自洗液就会在垂直方向上留下隐约的条状痕迹 可以用来模拟水痕之类的效果 接下来用做滤镜的方法 来做水痕留下的褪色和锈石的效果 首先用郡式的白色自洗液做褪色的效果 在每一扇弦窗旁边都用自洗液进行点涂 然后用棕色自洗液随机选择位置画上留秀 等自洗液干透之后用笔刷占取溶剂 在垂直方向上把颜料刷开 这里用笔刷刷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颜料的状态 刷得不够的话会留下明显的点涂痕迹 刷得过头的话呢 痕迹又会太淡 导致根本看不出来做了这层处理 做完这一层滤镜之后 接下来就要画最重的流秀了 我先在零件上铺上一层发廊漆溶剂 然后用发廊漆进行点画 因为底下有溶剂的缘故 这里的发廊漆画上去之后就会被溶剂晕开 这样就能为流秀的区域铺上一层颜色相对较淡的底色 等这一层底色干了之后 再用发廊漆去重点描画 锈时痕迹比较重的部分 最后用细的笔刷占取溶剂 微调流秀的形状和颜色的深度 这样就能画完一道流秀了 这样传体的部分就处理完成了 从铺阴影开始一共进行了四层旧化处理 最终传体呈现出来的质感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甲板上阻浪板 起毛机通风口这一类的部件是独立零件 这里单独上完色之后再安装 之前是铲掉了甲板上的毛链的细节 这里换成单独的毛链的零件 我这里用的是永兴模型的3D打印毛链 这个毛链比起普通的金属毛链要细很多 而且还原出了每一节毛链扣环的日子型结构 接下来把上好色的船毛也装上去 副毛链的部分我是用小型舰艇的毛链石刻片来做的 这样毛链的部分就处理完了 换用了独立的零件之后 立体感更好细节更丰富 从侧面看的时候能看到毛链孔中间的漏空部分 还是很有意思的 102毫米宿舍炮先剪出原零件的炮管 然后换上金属炮管 然后开始安装建筑内部的各种零件 这一层建筑内部有很多传声筒 这里要一点点的装上去不要漏掉 疑似是卷扬机的设备 一共有四个小的和两个大的 安装102毫米宿舍炮 这里一共有四门 还有一个高的传声筒最后装 然后安装栏杆 这一层的内部布局就完成了 现在连接位点上胶水 然后把涂装好的木条零件放上去 这里需要不断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分两步安装显梯 夹组后侧键桥的围杆部分 这里的夹组调整还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这里既要保证主围杆的垂直角度 又要保证支撑住它的顶部底部和中间平台的连接点 三点在一条直线上 反正这里就是瞪大眼睛慢慢调 可以用T尺辅助进行测量保证角度的垂直 要做到从侧面看围杆是平行于T尺的 正面看围杆是平行于烟囱的 这样就垂直了 烟囱罩子的部分要先把原零件的网格切除掉 后续会换成10颗片的零件 把罩子安装到烟囱上 然后装上10颗片 做好之后就对烟囱进行涂装 先喷涂灰色 然后遮盖喷涂顶部的黑色 然后依次把烟囱旁边的管道 然后还有一些藏室的盖子啊 这一些的零件装上去 测望台周围安装通用的剑桥创10颗片 上半部分的细围杆用铜棒制作 用甲阻尼固定好位置 然后调整角度 调整好角度之后点上胶水进行固定 屋顶的部分剪掉原零件的维杆 然后钻孔 处理好之后把屋顶盖到料往台上面去 然后安装维杆顶部的横杆 这里也用铜棒进行制作 料往台底部的支撑也被剪掉 然后换成了10颗片的零件 最后安装小艇吊杆和绳索的部分 这样整个后围杆的部分就处理完毕了 结构并不是非常复杂 后部剑桥的小艇放置台的部分 把小艇支架全部剪掉 然后换成10颗片的零件 这里要注意对每一排小艇支架的间距进行甲组调整 不然的话小艇就很容易撞到一块去 通过遮盖对甲板部分的神灰色进行分色 安装这一层小艇放置架上面的其他几个零件 把这一层安装到后部剑桥上面去 后围杆也在涂装好之后进行安装 安装烟囱旁边的一个探照灯小平台 把一共6艘交通艇安装到小艇支架上面去 这样后部剑桥的部分就基本完成了 两边还有两个小艇的吊架最后再装 然后还有三个探照灯也是最后再装 无敌号的结构扎一看并不算复杂 但是细看之下看点还是非常多的 把前进桥的部分夹组了一下 前进桥的结构整体上是比较复杂的 中间有四层平台 其中第三层平台是整个替换成了10颗片的零件 主围杆则是从上面三层平台中间穿了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夹组调整各部分零件的角度 然后包括构思后续的安装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夹组完之后从正面看的话 基本上两个围杆是完全平行的 从侧面看主围杆也基本上是垂直于船体的 剪掉瞭望平台底部的支撑 然后打磨干净 安装10颗片观察窗 然后粘到围杆上面去 屋顶的部分把边缘剪掉 然后打磨平整 然后盖上去调整位置粘好 把底部支撑的10颗片也粘上去 下层一个圆形的平台也重复类似的操作 把底部的支撑换成10颗片 安装围杆上下垂的缆线 围杆顶部这几根同胞的安装方式 基本上跟后围杆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省略了 前键桥第一层需要粘6段栏杆 两侧的平台也是10颗片做成的 八门宿舍炮除了更换金属炮管之外 也要跟罩子进行组合 第二层平台把小挺支架换成10颗片 然后粘上两侧栏杆 两个烟囱采用跟后部烟囱一样的处理方式 把烟囱罩子顶部的网状结构换成10颗片的零件 前键桥的零件都处理涂装完毕之后 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安装围杆和探照灯平台的步骤漏了拍 总之前键桥这样子就大部分都完成了 粘长栏杆的时候先粘住其中的一端 然后慢慢调整后面的栏杆的位置 然后涂抹胶水固定 整段栏杆固定好之后再从内侧涂抹胶水进行加固 这样子加固会产生一些胶痕 但实际上消光一喷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沾完船体这一圈长栏杆之后 马上整个机密感就上升了一个档次 接下来把前键桥整个装上去 然后安装探照灯平台 小艇吊杆 小艇上面放置的木条之类的这一些配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杆 船身各处的小吊杆也逐一安装上去 这里一共有各种吊杆8处 接下来就只剩主炮和一些小配件了 这个船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健身中部的两座主炮需要自行钻孔安装机枪 钻好孔之后将炮身和底座粘合 把原零件的炮管剪掉 然后在炮衣上钻孔换成金属炮管 把小艇吊架中间十字形支撑的部分剪掉 然后换成石刻片的零件 吊臂末端装上绳索和软梯的补件 炮身涂装完毕之后把炮管和宿舍炮都装上 然后就可以把四座主炮都装到船体上面去了 探照灯中间的部分用电镀引进行涂装 然后把探照灯安装到剑桥的各个位置上面去 把卷阳机做好之后也安装到船身的各个位置上面去 把小艇挂到小艇吊杆上 然后装到船身上面去 最后安装见首见尾的旗杆 这样就不容易被碰坏了 在棋子中间夹一片锡纸 就可以塑造出更生动的迎风飘扬的形态了 把做好的棋子安装到舰尾旗杆上 然后削光 削完光之后在探照灯罩的位置裹上UV胶 做出玻璃灯罩亮面的效果 最后是彰线 这一次我用的是既金属的彰线 因为是第一次操作 所以没有详细拍 最后将做好的船放到底座上 用螺丝进行固定 这样五迪号就做好了 各个角度给大家欣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